国人对冠病变种病毒和疫苗深表关注 卫生部长王以康发Facebook贴文解答 部长说没有证据显示 比1617变种毒株对小孩的威胁更大 但毒株确实较容易传播 成人和小孩都会受到影响 至于有人关注辉瑞疫苗的科技是否适合小孩 部长说卫生部依据科学理据做决定 而临床试验也显示 疫苗对12到15岁小孩的效能同成人一样